嗨大家好,我是布魯斯 還記得有跟大家說過 等2023年金融股的鼓勵都開獎之後 我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終於等到5月份 大部分金控銀行股都公佈了 雖然還不完全 但剩下的也不重要了 那老實說剛統計出來的時候 我是蠻訝異的 因為在去年這樣嚴苛的環境之下 我的預期是整體金融股都會很差 可能就大家都在4.5%以下 因為我一直是把玉山金當自由生 所以會對玉山金年的殖利率產生矛定效應 加上又是比較早公佈的 OK,結果今年玉山金只是中斷班 所以還是有很多能力不錯的金融股 在這一次的鼓勵開獎中 讓投資人看到了他們的獲利能力 而且還不是只有佩席而已哦 那相信到這邊應該有聰明的朋友 會有疑問說 布魯斯要賣掉玉山金了嗎? 是打算換股了嗎? 其實答案我在之前影片 2023玉山金配股配息裡面就有說到 玉山金在我的成本殖利率還是有6%的 所以我不會賣掉 因為還是符合我的投資策略 所以我只是停止買進 但之前定期定額所持有的部位 就會把它當作一筆每年有6%殖利率的資產來看 直到明年公佈股例 我會再一次檢視是否有達到我的投資策略 能不能繼續買進? 好,那在換股的部分 一樣我是先不動作 因為我知道去年是大環境不好 造成金融股獲利降低 所以也未必換了就比較好 加上當時股立成績單也還沒公佈 那現在公佈了 為何還是不換股呢? 其實一件事都會有很多面向去討論 而這就是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內容了 今天我會提出四個觀點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到底金融股還能不能持續定期定額? 1. 鼓勵成績單公佈 每次考試完考生最在乎的就是成績單 當然我們也直接來看看這次的金融股成績單 我把配股還原限值之後 直接採用殖利率排名由高到低 可以看到玉山金是排名第10 而我在前年有說過 這次的成績單讓我有些訝異 原因就是因為去年金融大環境不好 加上各家金控的人壽業務 因為防疫險、理賠的關係其實影響很大 我們可以從富邦金的每股盈雨來看就知道 從12.49掉到了3.54 足足掉了7成 所以我的預設立場就傾向是整體偏低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普遍是偏低 但是6%以上的金融股其實也還不少 分別是富邦金、台新金、合庫金、台中銀 和第一金 那當然有好就有壞 今年也是有完全沒配發股利的金融股 分別是國票金、星光金和開發金 但是他們也不是每年都掉車尾喔 尤其是國票金已經從2010年以來 連續13年都有配發股利了 相信也是一些朋友的口袋名單 那為何今年會毅然決然不配發了呢? 我想這也證明了去年的金融環境 是有一定程度的經營困難 那我們再進一步把今年金融股鼓力 來分成全部平均和有配息個股的平均 可以看到分別是4.1%和4.7% 所以可以更清楚知道整體來說 今年有4.1%以上的金融股都算是中上等級了 那如果把沒配息的拿掉4.7%以上的個股 就可以算是通過大環境考驗的公司裡 又同時擁有中上等級的水準 那相信應該有聰明的朋友會想說 所以去年最推薦的金融股 就是第一名的富邦監視嗎? 其實不是喔 原因我們就繼續來談下一個觀點 第二 資本攻擊 那什麼是資本攻擊呢? 相信各位朋友可能會有點陌生 所以我們先簡單來說明一下 一般我們所配發的股利是從何而來? 主要有3.A.當年度獲利 這個大家應該很好理解 就是去年該公司的獲利當中 金董事會決議要分發多少 是一種最健康的發放方式 B.保留盈餘 這部分就是未分配的累積盈餘 可以理解為該公司之前每年 除了配發的股利之外 所留下的資金 以供公司可以再投資 那在還沒有投資之前 這筆累積的資金也是可以用以配發股利 但是就有點類似吃老本 C.資本攻擊 就是除了公司資本以外的資金 類似於股本溢價 處分固定資產收益 那當然跟保留盈餘一樣 公司在經過董事會考量後 財務狀況 投資計畫 和未來發展需求之後 可以決定是否拿來配發股利 但也是和保留盈餘一樣 類似有點吃老本 所以大家了解股利配發來源之後 我們回頭來看看資本攻擊這一點 去年大環境不好 所以很多公司本來就打算使用資本攻擊 來配發股利 但是本來在1月初的時候 金管會還打算溝通各家銀行 使用資本攻擊的條件 就是怕對其資本結構造成影響 但後來在2月16號 還是宣布由各董事會通過 即可使用資本攻擊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如果在鼓勵成績單加上資本攻擊之後 就可以知道為何我不推薦富邦金 因為它的配發結構是動用到資本攻擊 雖然說不是吃老本就一定不好 而且影響也不是短期看得出來 但是我還是傾向比較健康的發放方式 第三 誰是致優生 那一樣剛剛鼓勵成績單可以看到 這次在平均之上又沒有動用資本攻擊 以民營銀行來看 就是台薪金高達7.1% 且又是總排名第一 看看它近5年的殖利率也都很穩定 那大家喜歡的關股銀行就是排名第三的 第一金高達6% 看看近5年的殖利率 其實這也不用多說了 因為第一金本來就已經是很多人的存股標的了 和庫金因為有動用資本攻擊 所以我就拿掉了 不知道大家喜歡的金控銀行股 有沒有也名列前茅的呢? 其實談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個感覺 就算大環境不好的時候 金融類股依然還是有不少公司 可以繳出漂亮的成績單 以這次2023的鼓勵配發來說 我認為只要有在平均4.7%以上 都可以算是不錯的標的了 而也有一些朋友之前有問過我 他覺得永豐金很好 覺得台中銀很好 現在可以買嗎? 我也在這邊統一回覆大家 其實只要是你可以穩定獲利的 又可以持續持有 晚上也能睡得安穩的投資方式 就是適合你的好方法 而這一次我相信 張銀、永豐金、台中銀、台新金等 前幾名的銀行愛好者 也都看到了持股銀行 繳出的漂亮成績單 所以只要是符合你的投資策略 又在平均水準之上的 都可以繼續定期定額 持續來壯大你的系統 讓被動收入持續滾大 那相信應該有朋友會好奇說 我之前是存玉山金 但是這次表現不佳 我能不能把玉山就換去觀股第一金 因為感覺在遇到大環境影響的時候 第一金更穩 而且殖利率更高 其實還是要看你的人格特質 會讓你起不安心的念頭 在明年如果又配一樣 你會不會就開始後悔 早知道去年就換股 那像我其實覺得有6%以上就OK的話 除非明年成本報酬率低於6% 我就會照著計劃慢慢降低持股 對我的心態影響不大 那最後我們來談一下 我認為很重要的 第四投資觀念 正常人都覺得 可以賺10%幹嘛只賺5% 可以賺40%幹嘛只賺20% 這很正常也很好理解 但就是這樣的觀念 會讓人容易上當受騙 甚至追高殺低 把手上的籌碼都拿去亂押 我們來看看最近很夯的IMB詐騙案 它主打的是借貸媒合平台 2015年成立 官網標榜合法 收益穩定 分散風險 以金融科技 及各類借貸媒合為主軸經營 打出合法高獲利來吸引投資人 讓信用有瑕疵的人 可以在這個平台 不用透過銀行 直接找到有閒錢出借的人 再讓你藉由債權購買 來領取利息 聽起來很不錯對吧 年化報酬率10% 放100萬 年領10萬 本金還不會破洞 是保本的 也難怪這麼多人 借錢投入該平台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整件事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這是真的 銀行就自己來做了 更何況銀行 還是有受監管的行業 都常常捲入詐騙案了 我這樣講 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我投資 不是想報賺的 我只想賺取合理的報酬 每年5-8%這種看得到 知道在做什麼的公司 而我也願意透過長期定期定額 來跟公司一起成長 分享營收 這才是我想要的 所以回到我會不會換股這件事 我要的一直都是6%以上報酬 透過這支影片我們也知道 其實6%以上的報酬 就算在大環境不好的狀態下 也還是有的 所以如果明年預算金還是不到6% 那第一金持續6%的殖利率 且又有配股 那表示第一金符合了我的投資策略 我就會考慮除了ETF之外 同時也買進第一金 一切就是照著計劃走 投資其實不要一直想著最賺的方式 只要照著你的方式可以穩定獲利 重點還是在可以一直堅持下去 我覺得就可以了 時間就會證明你做的事是對的 一直追求最高報酬 反而會一直改變你的投資策略 對我來說並不會是好事哦 好了以上是我今天的內容 非常謝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我們不放棄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兇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兇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和節目 全都在裡面 一次滿足 中天財經頻道與情同行 聯準會超音 升級抗通膨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 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通膨的回擊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了 分析師林永年 不藏私 投資新法 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川耀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曉玲 全球正經珠報 每週六日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您知道 這個池澤水變錢 就它養不起那麼多大魚 因此股票啦 房價啦 都會往下跌 無論是信用風險啦 還是資產的安全性啦 還是市場的波動度啦 都在往下 掌握金融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週報